Hello 各位早晨,Mr.Wright這齣戲 最初看他的poster的感覺好像是流流的 但看得真一點,男主角是Sam Rockwell Sam Rockwell很多戲都好看,無論是低成本、小品等 因為我覺得Sam Rockwell是好看,有觀眾緣,而且演戲很好看 但他做來做去做不到男主角 他拍完Duncan Jones的出《Moon》之後 就開始有男主角做,不過都是低成本的,但也是好看 這齣戲其實我覺得也不錯,他的故事就是 主角是Sam Rockwell,女主角是Anna Kendricks Anna Kendricks的臉我覺得真的越來越怪 他的臉好像很硬,不只是我覺得 我老婆也覺得,女生看這些東西真的很準確 總之他的臉很硬,但也不錯 他的故事就說Anna Kendricks是一個普通的女生 她剛剛失戀,發現她的男朋友原來有了另一個女人 他自己離家出走就自己住 他在這很傷心的時刻就看到他開始做一些很瘋狂的事 例如喝醉酒,亂跳舞 你會覺得這個女生好像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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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的形象 有一天他遇上了Sam Rockwell Sam Rockwell原來他是一個殺手 一開始時看到他殺了幾個人,你不知道為何他殺過那些人 其他人告訴你他是一個殺手 但他後面還有一些tricky的事 他不是普通的殺手,但我不說了 但他是一個會殺人的人 在他們交往的時候,Sam Rockwell突然很喜歡這個女生 可能他喜歡木口木臉,即是臉很僵硬的那類的女生 他喜歡了他,然後就追他,兩個人都很合理 他就不會說謊 他就很直接地跟女生說 其實我是一個殺手 不好意思,我也不想打斷我們約會 但你在這裡坐一會,我出去對立那個人 他有時候會說這種對白 那女生以為他在搞笑,搞爛劇 他一直都不回意,後來就知道原來他是一個殺手 然後劇情就發展下去 當然,做到後面,他就發現這個男生原來真的是一個殺手 跟他有些驚險的歷險 其實這種故事在之前 一個殺手類型的男主角 那個女生就不知道 然後發現了有一段經歷,有些歷險 在那個歷險裡面又增進了他們的感情 這種戲露之前都經常出現 on top of my head,隨便想想 我也想到兩齣 比較早期有Tom Cruise和 Cameron Diaz的《Night and Day》 那一齣我其實是很喜歡的 那時候Tom Cruise的人氣低迷 所以這齣戲沒有太多人留意 但我覺得這齣戲有好笑 有好笑又有娛樂性 另外有一齣沒那麼好看的 就是Ashton Kutcher的《Killers》 也是這種戲露 但那齣戲拍得不太好 雖然那些演員其實我是喜歡 我是喜歡Ashton Kutcher的 但這齣戲又怎樣呢? 我覺得他就在Tom Cruise那齣 和Ashton Kutcher之間的位置 那個演員是好看的 Sam Rockwell是好看的 Anna Kendricks的臉部比較僵硬 但是他演這些戲都是他拿手的 演一些爽、癲、癲、那種女生 輕輕鬆鬆地看這些角色其實是OK的 而且他雖然不是大製作 但是他的動作、槍戰是OK的 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是沒有Tom Cruise那齣 《Night and Day》 炒了飛機落地 當然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以為出戲一定是很逗禮的 因為Sam Rockwell做主角 你怎會認真拍出動作片 但是結果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這齣戲我給他的評分 即是我放兩齣戲中間 例如Tom Cruise那齣 我會給他B 我覺得值得買碟 Ashton Kutcher那齣 我覺得可以下載到免 這齣戲中間是C 家裡有機會值得看 至少值得看Sam Rockwell 因為他做主角的戲不多 所以這裡有一齣戲 如果有機會就值得看看